首位房子树木一件化身水彩化 小米14星机自带生成式AI 传出就是靠长江存储的快闪记忆体 不过为了巩固市战 最新长江存储把矛头对象 对手美国记忆体晶片大厂美光 9号长江存储控告美光 侵犯8项快闪记忆体专利 其中最关键的是 关乎记忆体效能的堆叠技术 长江存储从中低阶的96层128层 一路高到232层 可能会导致美光8成的产品没办法卖 因为他们是采用的 第一个是夹扣押 第二个在美国的法院执行 那这也是会使了 美光相对应的产品件将无法出售 大概只有在伺服器的这个部分 可以被存活下来 在拜习会前虚张声势 是踩美国底线 但美方也非省油的灯 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 日前斩钉截铁的告诉CNN 以告知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 毫无协商余地 更呛的是甚至有网友 把在中国大陆尽售的挥达显卡 变成滑板踩在脚下 如果说这一次所 这一次NVIDIA所推出的降规板的性能跟功耗 如果完全比不上华为的版本的话 一些伺服器的一些厂商 恐怕就会将所谓的采购转向于华为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因为在A800 H800被禁之后 挥达新推出的改良版晶片 要比最强的H100计算速度降八成 简单来说之前用H100跑任务花20天 现在就要100天 美国从源头就把性能卡死 也让这场晶片战再度升级 董神才的新闻综合报道